你的錢丟在這盤子上 那我最喜歡這一刻 靠近一點靠近一點 我最喜歡這一刻 哈囉我是Jess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集呢 我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自己24小時都可以到銀行存錢 那就是代表你下次領錢的時候 或是你有太多錢在身上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銀行自動存款機存錢 不管是紙鈔或是硬幣 都可以存錢囉 好那我這邊 由我自己每天回家之後 把它放在這個瓶子裡面 那我也放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所以有這麼多零錢 好那我就把大象拿開 然後準備了這個一個袋子 我要把這個錢丟進去 其實我沒有數裡面有多少錢 可是這樣子拿起來有一定的重量 不用自己數 那個機器就會幫你數好 廢話不多說 就跟我到Westpac存錢吧 哈囉Jesse已經來到Westpac 然後記得嗎 剛剛我把錢放進這一袋 好 鼓進來吧 這裡 這裡 進來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有很多不同的 那只要是有Deposit的 都可以存錢 像這個有Deposit的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格子 就是我最愛的地方 那下一個呢 這個是可以換的 這個可以換但不能存錢 就是換的 就是換的吧 那這個呢 有Deposit Deposit Note 跟只能存 支票 就蠻快的 就是你馬上存錢 就會馬上進你的帳戶裡面 首先我們最好錢 然後還要有一張Westpac卡 然後這樣子存進去 這樣插進去 然後我是把錢包放上面 我記得哪 提醒我一下 然後呢 它這裡就先輸入密 不要偷看喔 然後確定之後可以看螢幕 壓確定 然後這裡就是有Deposit跟Balance 就按Deposit 這裡就是 我的應該是Check 我把裡面 這一袋錢 我儲存的這一袋錢 它這裡就說 你看把把你的錢丟在這盤子上 那我最喜歡這一刻 靠近一點 我最喜歡這一刻 然後就把錢這樣 我都把錢放進來喔 你們猜這裡會有多少 會超貴百塊的嗎 還是就是五六十塊 我覺得應該只有四五十塊 那我現在就這樣 把這個勾勾 豪氣的 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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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對不起 好像你有聽到聲音嗎 他正在幫我數錢囉 雖然沒有人幫我數錢 但是有機器幫我數錢 也是蠻爽的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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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這個聲音超美妙 它這麼快就結束了 不好意思耶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這裡存了 就是 差不多耶 四十塊五十塊左右 我這樣算是應該 對 五十差不多 嗯 非常好 那要等它一下 然後呢 它這裡說 你還有一些 是被 被 返黃的 所以在這裡面 補免一下 蛤 這麼多耶 喔 這些 然後仔細看這裡 我剛剛猜對了吧 四五十塊 剛好五十二塊錢 然後這裡 你就可以寫 finish deposit 或是你還有更多錢的話 就壓這個 那我沒錢了 所以我就只能 finish deposit 給我 明信 那要等它一下 然後我剛剛還有一些 就是我去新加坡的錢 還有一些 這我不知道哪有錢 還有台幣 上個月回去 我就一起丟進去 所以不用擔心 它會幫你自己數好 也會把你不是 該存的錢 付過來給你 好 然後再等它 好興奮喔 其實我蠻常唇檢 然後自己來張 就是有人幫你算錢 真的蠻開心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 你想要 留明細的話 就要寫這個 pring receipt 那我現在抽走明細囉 那它上面就會這樣 有點害羞耶 裡面會放我剛剛有多少錢 好 讓你們看我有多少錢 讓它這裡 有看到嗎 52卡 好 那就這樣 然後有點尷尬 所以最後一部一定要記得 你拿到明細之後 它會把你的卡片 從你放進卡片的地方 還給你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結果我剛剛跟我朋友聊 太開心 我卡片被搜 當我看到螢幕的時候 它有說 因為你的卡片被搜走 被搜走 我朋友家拿了它的卡 我朋友家拿了它的卡 卡要記得拿回來很重要 那我印象中 在Commonworks 還有ANZ 甚至是Napdog 是可以自動循環的喔 那我今天示範的是WASP 我們有卡片 那你們是不是會很擔心 然後接下來我要教你們 如果是用WASP 如何 就是像我剛剛把卡片 插進機器 那卡片被搜起來之後 不要擔心 你還是可以提得到錢 那在你們申請WASP 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WASP 的這個程式 那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在Quick Balance的下面 就可以按這個 Colors Cache 點進去 我先輸入密碼 然後密碼輸入之後 它就會跟我說 你目前有這樣的金額 然後可以用Colors 因為我剛剛就放了一點點點進去 然後呢 我現在來提個50塊好了 就這樣 然後按GO 它就會在這裡給我一個號碼 然後它有說 大概在3個小時以內 你要去提款 好 那我們這裡過來 然後你看到 就是REZOR的 還有ITM 就是都可以 那你這樣一進來的時候 看近一點 靠近一點 不要害羞 這樣 Colors這個 選項 點進去 然後這裡就有Code 這個Code呢 這個Code就是我這邊這個 283 388 好 然後呢 我這裡呢 Code輸入好之後 就是一樣的 這個Code輸入好之後 就要按 Enter 或是OK 我就按OK 那我今天要提50塊錢 因為剛剛給你們看 這邊有50塊 好 我就按 確定 不用設定密碼 然後我一樣也要Prinary sync 我這裡就是 有時候會忘記自己領多少錢 所以我需要Prinary sync 就可以馬上領出來了 不需要密碼 你已經在你的APP裡面輸入了 所以在你提款的時候 是不需要再提密碼的喔 那 錢 記得拿 那我的明細在這 對 我們今天就簡單的教你如何 24小時ITM存 零錢 這樣子以後就不用擔心錢不見喔 上次我常常用錢不見的 但你存進去之後 卡片不見 還是可以領錢 對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如果你有任何喜歡的東西 或是想要知道的水梨事情 都可以看我分享 下次歡迎你們來水梨 我們水梨見 掰掰